这个老何一见到 袁老板又拿出这个动作 就知道事情要坏 他连忙在后面 拽了拽老袁的衣襟 睁先开口 杨公子 你不让老袁出手 那就请杨公子开开心口 说个数吧 我呢 要的也不多 就给十个点吧 一拿下来 先给一半 其他的按照进度完工后 全部付清 怎么样啊 同意咱们就成交 不同意 我立马走人 袁老板一听这个杨公子 要十个点 嘿 这就比用刀子割他的肉 他还心疼啊 他刚要开口说话 只见那个杨公子又说了 老袁 你也别给我讨价还价 啊 你小子尾巴一翘 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修路的活 我可是知道这里边赚得大了去了 去年 去年也是在那个宝盒县 啊 姓罗的那个小子让我老爹帮他跑了一趟宝盒县 三千万的工程 仍是让那个小子黑了一千五百万回来呀 这会儿 不知道在哪儿潇洒呢 这个工程恐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亿啊 你算算你得挣多少啊 我没要你二十个点 算便宜你了 那个老袁看到杨公子这么说 他哭丧着脸看着老何 见到老何微微点点头 就咬着咬牙 对杨公子说 哎呀杨公子啊 那咱们就成交 哎哎哎 等等老袁 我帮你办这么大的事 你就不再加点花红 啊 杨公子所说的花红 是当地风月场上的一种行话 袁老板一听 就非常鄙视这个花花公子 他简直是天下第一大银棍呢 自己这一年来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光经自己的手被他祸害的女孩 那就补下几十个了 对于这个顽固子弟 袁老板有时恨不得一刀一烟了他 那个老何看到袁老板 站在那没吭声 以为是袁老板正在发愁 到哪找啊 就凑上来说 哎 袁老板 我刚才上楼遇到了夜总会里 那个叫楚楚的宝 他说 那儿刚来了几个花红 问我有不要去 嗯 既然杨公子说了 咱们现在又有求于他 那就带他去呗 你看行吗 袁老板看了看老何 又望了望那个满脸色眯眯的杨公子 暗暗叹了口气 哎 那就走吧杨公子 但愿你的身体能受得住啊 哈哈 千万别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滚他妈的吧 老袁 本公子就是死在女人肚皮上 那也是人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哈哈 且不说今天晚上 杨公子和老袁的一番密谋 就在这同一个酒店里的另一个包厢 也发生着一伙人 同样针对宝和县的修路工程的另一场秘 包厢里一场酒宴似乎还未结束 桌子一边一共坐了三个人 各种美味佳肴也都没怎么动 看来主人的心思并不在吃吃喝喝上 主位上坐着一个红色脸堂 花白头发 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她的右边坐着一个打扮得异常艳丽的女子 只见这个女子披肩的大波浪卷发 修饰得极为精致 层次感分明 一件低领的大花的连衣裙 针丝材质衬托出她妖娆的身子 脖子上戴着一条细细的薄金项链 在灯光下闪闪烁烁 从这个女子白净粉红的皮肤 就可以看出 她平日保养得大 显示出生活的富足 没有眼角的细细的皱纹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已过而历之年的女人 男人的右边 还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的孩 长发披肩 一身时尚的西式打扮 漂亮的格子丝巾和雪白的衬衣 极西的素色铅笔裤 使玲珑诱人的曲线一览无遗 黑色的丝袜包裹着瘦瘦的眉腿 黑色的高跟鞋更是极为稀化性感 若有若无地覆盖着黑丝袜的小脚 将着那若隐若现地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头 就好像绚丽的玫瑰花似的令人心情荡漾 爱不释手 那个坐在中间位置的男子 看了一眼左面艳丽如玫瑰般的美妇人 又看了她右手边清纯如萝莉的漂亮女孩 她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 惹来左边那个美妇人一阵的白眼 那个艳丽的女子嗲声嗲气地说着 陈书记啊 人家和你说的事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哎呀 林林大老 这个事不是我不帮你 确实是有点难度 这个双龙集团 可不像你们这样的小公司所能比得了啊 人家一次性就拿出了一百个亿支援了军队 在中央首长那儿可都挂了号啊 我看这次就算了吧 啊 这个时候 那个叫林林的艳丽女子不依不饶的 双手吊在了那个男人的脖子上 继续说道 你是省委副书记 在这个宁北省 谁敢不听你的呀 咱们惹不起那个双龙集团 你就不能给那个宝盒县委书记打个招呼吗 他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 还不得乖乖的听你的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 那个被称为刘书记的中年男子 实在是销售不了美人恩哪 他说道 这个方法我倒是可以试一下 不过我给你办成了这个事 你怎么谢我呀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眼睛盯着他右边的那个漂亮的姑娘 那个林林见刘书记答应了 心中一阵大喜 又撒着娇说 哟 人家人都是你的了 你还要我怎么谢你呀 等这笔生意做成了呀 我们就去国外 买上一套别墅 我再给你生个孩子 多好啊 正说着呢 这个林林觉得不对劲 他抬头一看 见到这个刘书记啊 像只恶狼似的 色眯眯的盯着他右边的公司女秘书 陈晓晓 国外啊 国外我不想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呀 在国内及时行乐还是不错的 我也很喜欢 如果能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豁出去 去过问一下这件事情 那个叫林林的女人 看到刘书记着毫不掩饰的 色眯眯的样子 心底暗自骂着 这个臭老头子 我要不是有求于你 早一脚踢你远远的 还和你这个糟老头子拉着什么 生孩子 你以为我真想跟你生啊 但事情一半成 我马上和我的小情郎远走高飞了 鬼才恨声而已 这个林林心里正发着狠呢 但表现在脸上的却是又嗲又娇的样子 哟 刘书记 你看你啊 看见嫩妹子 就不想瞧我这张老脸了 你看我这小妹子 飘飘亮亮的 娇俏可爱 后面的追求者那是一大六呢 上至五十多岁的大款 下至三十岁的精英 那是应有尽有 不过呢 谁想把她追到手 还得由我这个姐姐点头才行啊 来来来 妹子呀 让刘书记拉拉手 刘书记呀 你看我妹子这粉嫩可爱的小手 还漂亮不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我这个姐姐她一点头 我这个纯洁可爱的妹妹 就是你的了 到时候啊 哈哈哈哈 房间里传出一阵阵放浪的笑声 宝和县虽然是一个穷县 但是呢 各种文件却一点也不少 这些文件中 有的是上级发来的指示 也有宝和县下属单位 呈上来的请示和报告 每天早上上班前 县委书记孙淑婷 都会把这些文件 分门别类的整理好 在文件的标签上 细心的写上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 并提出拟办的意见 穆国兴只要在拟办意见上 签署一下同意 或者是卓储等字样就可以了 这使得穆国兴 节省了不少精力 对孙淑婷用的 也是越来越顺手 上班之后 穆国兴又同往常一样 把那些文件签署完后 看了看时间 还早 他就想到 去自来水扩建的工地上 去看看 这个自来水厂的扩建工程 是经常委会讨论 一致通过的 惠民十大工程之一 也是关系到县城里的居民 饮水安全的民心工程 县委县政府非常的重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来 自来水厂的规模 已经初具雏形 机器设备已经安装到位 只等调试完毕后 即可投入使用 到时候 全县城的居民 就可以喝到干净 安全的自来水 穆国兴站起身来 刚要离开 办公室里就响起了电话铃声 拿起电话 刚围了一声 就听到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喂 请问是宝和县的穆国兴同志吗 我是省委刘书记的秘书 石永祥 你稍等一下 刘书记要和你通电话 过了大约一分钟 穆国兴听到听筒中传来刘书记的声音 是国兴同志吧 我是省委的刘凯啊 刘书记啊 您好 我是宝和县的穆国兴 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你这个小同志还蛮不错的吧 这才到宝和县几个月啊 就打开了工作的局面 截断地下河 让地下的水流来解决宝和县多年的干旱缺水的问题 又从省当地银行一下子搞到了五千万的无锡贷款 现在又引来外资修路 你真是大手笔啊 了不起 电话里的声音稍微停顿了一下 穆国兴估计是这刘书记喝了一口水 他刚想说话又听刘书记的声音传了过来 郭兴同志啊 我听说你们县这次修路 省交通厅和公路局有不同的意见啊 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啊 我昨天还批评了他们 这是一件立国立民的事情 怎么能够反对呢 人家投资几十个亿来修建这条公路 而且只要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时间只有二十年 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啊 二十多个亿啊 这就意味着你们宝和县 二十年里挣到了二十多个亿啊 让他们去转转试试 所以在常委会上啊 我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这种反对的论调是不可取的 我本人是支持你的 电话的声音又中断了一次 估计刘书记又在喝水吧 木国兴心想 是不是这个刘书记有糖尿病啊 怎么讲了这几分钟的话 就喝了两回水啊 国兴同志啊 这次修建的工程啊 投资巨大 开创了我省公路建设史上的先例 你们县委一定要把好官 质量上要有保证啊 使这条公路真正的发挥出的 应该有的效率来 在这一方面一定要引起重视 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向省委反应 啊 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如果施工的力量方面有问题呢 我可以给你帮助吗 咱们宁北省还是有很多信誉好 施工质量高的工程公司的嘛 刘书记的话说到这儿 穆国兴就明白了 这个刘书记啊 是要插手公路的修建工程了 刘书记 感谢您和省委 对我们宝和县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只是做了一点该做的事情 对您的表扬 我真是承受不起啊 这次的修路工程 由于是投资方独立出资 工程的建设由他们自己负责 我们只负责农民的征地 和工程质量的监督 不过您放心 我们宝和县委一定会搞好 这次公路的修建工作 加强监督 确保这条路百年的打击啊 这就对了嘛 国庆同志 任何时候任何方面的工作 都要有党的领导嘛 对不对 加强党的领导 可不是一句空话呀 要把它落实在实际行动中才行 哦 忘了告诉你了 还有一件事 宁北开远公司的潘总啊 这几天可能要去找你 到时候你们再好好聊聊吧 嗯 那就先这样 有事给我打电话 到省里来的时候呢 可以来我这坐一坐吗 还是那句话 对你这个小同志 我是很信任你的 也是很支持你的 穆国兴等刘书记放下电话后 若有所思的 放下了自己的电话 他在心里反复品味着 刘书记这段话的内容 这个电话里 刘书记传达了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 修建这条公路 省交通厅和公路局 有反对的声音 而且还不小 第二 刘书记是直接向自己示好 要拉拢自己 第三呢 在自己婉言 说了这个公路投资方 是对方独资的 他仍然让自己去伸手 掌握住这个工程 并把这个工程 交给他介绍来的 这个什么 开远公司 这才是刘书记 拉拢自己 和这个电话的 真正的目的 想到了这些 穆国兴感到有必要 和何县长 这个修路总指挥 通一下起 如何应付即将来到的 这个开远公司 他们既然能把省委 副书记都搬出来 估计来头不小 想到这儿 就拿起电话 拨通了县长办公室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小鱼 哎 穆书记 你稍等一下啊 县长在接待室里 接待客人 我马上去帮你请 过了一会儿 电话里传来县长的声音 喂 穆书记 我是胜利啊 啊 哎呀 我刚要打电话 跟你汇报的 你知道我接待室 接待的客人是谁吗 就是那个杨复省长的 公子杨林呢 对 哎 他今天一上班呢 就带着几个人 把我堵在办公室里了 让我呀 把工程 交给宁北的 那个东正公司 把我逼得要命啊 这要不是你打电话来 我还不知道怎么出来呢 你这个电话 可真是帮我解了围了 穆国卿听到 何县长这个电话 心中一乐 想到 这个事还真是巧了 副书记要把这个工程 给开远公司 副省长的公子 又跑过来 要把这个工程 给另一家公司 这个事 还真是有点意思